你记得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气氛是什么呢 那对钱是什么态度呢 钱怎么态度的 最起码就是没有今天这种财富透明度 比如说我这个人我记得 许荣茂 我当时我在上海看到有一个广告 时髦滨江就是在上海很有名的一个楼盘 他的广告叫68888888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就说谁能买得起这个电话号码 应该是可以上榜 所以然后我找到了 我就是打电话过去 然后打电话过去以后 发现找不到他们这里的 但是知道是一个福建的老板 给他们福建的总部打电话 终于发榜的前两天就找到了他们了 他好像拍到千十年了 影响也蛮深刻的 陈丽华就女首富了 全球白出其他女首富 就是后来才知道的 就是很好玩的很多好玩的东西 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你当时想过中国企业家的这种 对你们的这种信任也好 或者不信任也好 最初做榜单困难是什么呢 现在想起来 我是多年来很多人就跟我讲 哎呀我们中国人不爱漏腹 好吧我就说了好吧 那你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特色 我这全球差不多的吧 当然我说那你怎么帮我解决的 全球买高档汽车买的最多的是在哪 在这 全球买那个高档手表最多的是在哪 在这 全球买最多的高档红酒白酒在哪 都是在这 确实是有心理矛盾 我这个心理矛盾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你自己还是很自豪 因为你再怎么样 你是万分级的还是百万分级的成功 确实是相当的lucky不容易 所以这块你应该特别的自豪 确实你会到全球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愿意 把他的财富放在阳光之下 但是他认为放在阳光之下 可以帮他放大 所以他才愿意上市的 我今天发了榜 有一个人就说我不愿意上榜 你把名字拿掉 我说没办法 你是上市公司的 谁都能估算你的股份 你的股份就 这个企业的百分之二十几 这个企业值一百块钱 你就二十二块钱 我就 你懂什么 就你在公开场地 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大 但是同样你要有这个阳光 中国的环境可能更复杂一点 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不认为 因为我自己学了历史的 这个历史有关系的 我记得有一次的 我在海淀那边 就是往那个游艺宾馆走路的时候 就是我跟一个同学 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然后我们看了一个高档车 我说你以后你应该开个台 我说给他开玩笑了 我就没说什么 然后他很严肃地回头 我说no 我不会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那些都是绿的 蓝的 白的 绿的是跟军队有关的 蓝的是跟海关有关的 白的是跟什么物工还是镇东西就关了 是国家的 所以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不可能找做一个 有开这么一个车的 而且我本来工作都是分配出去的 所以是不可能的 对 那个时候 大家不愿意谈论金钱的 包括对钱 也觉得跟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他的人生就会很固定地上班 但是真的是在92年就开始了 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真的是很好玩 我听到了新疆人就跟我讲 在新疆创业者的 都跟我讲 他们会坐火车到深圳去买 什么电子产品 然后把它带回那边 然后就那边就是买高价 西安的成都的 当然上海的北京都在跟我说 然后就是第一通经 就是慢慢从这里就来了 深圳就像我们中国的The West 西部一样 Go Rush It was a go rush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But这些故事 但是我觉得挺挺值的说 挺值的记录 那如果从第一份榜单到现在这个20年 若划分这些企业家或者说不同的阶段的话 你觉得能分成哪几个阶段呢 第一批是做贸易的 然后第二批是做海南 然后第三批可能做房地产 然后第四批可能说是开始做制造业的和出口 早年的网络等等这方面 所以今天是这几个阶段 我的深刻的一种感觉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我们要写企业家历史 这帮企业家肯定会超过了第一批 洛克法德木和卡纳基的企业家 他们的规模其实会做到有可能还要大 因为目前还是年龄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另外一个深度感受的到 你现在到大学生去做 去接触这些四年级三年级的 很多人就是有个创业梦想 然后就觉得说不定我也可以成了 那个下一个喜茶的年孕城 才29岁45亿的 他们不同的generation之间那种变化大 比如说喜茶这样的小伙子 年轻一代他们跟之前的比如是20年前 他们的这个mentality差别大吗 我早年这是美国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这些企业家 你的上方企业家有什么共同点 第一诚心 第二清分 第三务实 然后最近我又做了一遍 然后我发现第一创新 第二就是资源整合 就包括资金 包括你的合伙人 第三速度 然后你逼不过速度 诚心还在 只不过排到后面一点 务实 就是现在你用人家的钱 就不用那么务实 就是 兴奋 我估计这个是不说了 当然大家都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兴奋了 那你觉得中国企业家的这种问题在哪里 它的不好的一面是什么 缺点的话 一个人群缺点不好说了 那就几个发生 第一我们现在发生这些80后的上榜企业家的 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最大的名校的 秦华 背大 负担 教大 上这些学校我觉得越来越重要了 第二个反正 我中国的女企业家很特别的 我们一直研究这个女企业家 研究了从06年 当那个九龙之夜的张英当首富的女人 她是中国而全球白手旗家的最成功的女企业家 全球的Top10最成功的Top100个最成功的女企业家的白手旗家的 可能70个来自中国的 但是他们的年龄现在基本上都是60后50后 90后80后几乎没有的 中国的女的80后的企业家 这个比例是远远低于张英这一代的 好处理解 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有可能现在的80后 我觉得是脑子 确实比当时的创业者要大 因为你现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对手都多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去成功的 其实不上一天那么容易 你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脑子 就是这几个学校筛选出来 你的成功还是不成功的 然后小康社会来了 所以这些女企业家没有这个创业的动力 上可能20年前那方案 这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问题 就是可能不是一个人物的问题的 但是这个点到底在哪 可能就是到最后就一句话 我认为我一直问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偶然 还是这是一个必然 今年我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五年内 中国应该会有个十几个万亿计的企业家 然后如果你就把它当一个胡人说了 那就没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 基本上可能性还蛮大的 黄振的速度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的 你想一想一个成立才五年 创造了两千人民币 这个速度是绝对是一个实际低 往新的财富就这一年就是涨了三四倍的 这速度就快 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中国特色 你像那个伊隆马斯克 也就是往万亿计人民币的 走 Yamazon的Jeff Bezos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五年内的 世界有可能都会有个二三十个万亿计企业家的 这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思考 你说这些人值不值得有那么多钱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就我 我也没想到我会 才是二十多年 悉尼华 我从来没有把中国当一个一辈子 我当时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业务的 就是一个兴趣的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个17岁的时候 就是我的一个表哥 他是刚刚读大学的 然后我说你的那个学校怎么样 他是毫无聊了 我说那你在学什么 经济学 那你说为什么你要学这个 我也不知道 因为好像找工作比较好 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 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不找一个有用的 我就找了一个 可能兴趣可以放一辈子的 有点像弹钢琴的 还是弹音乐的那种 一辈子的兴趣 我就觉得那个概念就是好 我不想就是回头说 哎呀我大学太无聊了 我当时有一些对汉字的兴趣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诗歌 所以英文的诗歌是两地 我说因为你有个这个诗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个声音有点 但是中国还有那个汉字的故事 东就是一棵树一个太阳 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这些picture 就是吸引了我 但是没有特别的 当时可能我讲的更多的是日本 学校毕业了 但是都想的更多的是日本 而不是中国的 对当时日本是一个 global economy的superstar yes 到了日本之后 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其实日本很多的含义 也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但是我所接触的朋友们都是学者类的 还是有一些是小企业家类的 他们对中国文化是有学的 但是对中国的新中国的理解是零 然后我就觉得一个国家这样子的 其实好像有太封闭了 好像有点机会的去 我算运气比较好 因为我是老大在我们家 而且我是一个私立学校的 所以我父母还是付了一个私立学校的费用 但是他们就不好付得起 然后到了我妹妹两个都没有上那个私立学校 所以我还算运气好 我觉得Eaton对你的影响很大 可能他的一个印象就是 你什么都能做 就怕什么呢 why not try anything 你探索吧 尝试吧 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你不能说no 差不多是这种形式的 所以我当时八八九年 九零年 九零年的时候 有点怕 我记得刚刚下飞机的 我们都有点看外面的是怎么样的 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国家了 毕竟是个大国 毕竟是个文化大国的 人口大国等等 对人大对北京最出什么印象 就骑自行车叫飞飞飞天还是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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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自行车的 就比较远 然后就是那个秋天就那个沙 然后也来了上海了 12月31号90年 住了南京路的一个地方 这是比较比较有天 但是整体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就感觉这种经济条件就是太差距太大了 虽然我们根本不算有钱人 但是相对的时候算亿万富豪 相对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90年 也还没有南京 还没有人真正去发展 可能温州有博人 浙江吧 福建有一些人就是也愿意挣钱 但是确实很少很少的 就基本上没什么人在做的 你什么时候感觉到 中国经济开始明显的起飞了 是南逊的第二年 然后就是我就是在武系去做那个强制的那个工作了 英国人在武系的那个工厂 带了一个很重很重的传承机 因为他要把所有的那个design 那个试剂图 就是要发给武系的 安装一个传承 我花了大概三个星期 确实我失败了 我没有安装成功了 因为你要有个电话号码 要排队的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查队的 所以到三个星期后 确实我就很没面子 但是发现很多人转 电话类似这种东西的 我认为还是比较的怎么说 前进的 然后我97年 到了上海的一个安大星 那帮人就是超级优秀的 今天的阿里的董事长张勇 也就是我们那帮安大星的人其中之一 然后还有其他的 现在就比较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就慢慢就通过安大星的一些朋友们 就开始认识的中国这种变化 我的一个好朋友在都伦大学的 他学了1900年 中国的一些诗歌都死了 一些那些人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他说我很有兴趣 我想知道 那个人有没有说这个人的影响了 他是不是 那个时候有没有在一起啊 就说你学这个东西的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 你是可以见得到一个历史诗歌的一件事情 I'm touching history 就这么一种感觉的 所以我就在想 How to How to记录 你当时就 因为我当时有个中文老师 是一个政法大学的 一个女孩子的 然后她会每个星期给我准备一个课 然后我会提前一个星期跟她说 请你帮我今天讲一些中国娱乐 然后她会做一些语课 然后就是我们会一起聊天 关于中国娱乐的 还是中国美式的 然后有一次我就说 中国企业家 他第二星期回来 一个人都没找到 我说那你这根本可能 你中国的Richard Branson去选 你应该知道的吧 中国的Bear 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把这个概念 再跟我的安大兴的朋友们就确认了 那榜儿你也是 今天可以看了 还是蛮优秀的 他们都不能说不出来了 那我们就感觉 我有个事成可以做的 一个榜单是一个记录的方法 你还有时间吧 走一走 下面 好啊 正好三三步 很舒服啊 现在还行 还不错了 你应该还在看你的Bookstore 对啊 我在对 我平时做Bookstore 然后我是写 Writing Books 对 对 你会觉得 sometimes very bored 老是 Making list Making list And from the list itself Normally it's pretty exciting 原创一个list 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list要改变谁 我们要定义好 但是这种business方面的 Yes sometimes it's quite boring Every five years 我就有点自我 我怀疑 怀疑的 要不要 就管掉了 还是要不要就卖掉 还是要不要就不做了 还是 基本上没五年的 然后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一个 家族 家族朋友的 有一次我问过他 在我的15周岁的时候 我说 你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到我这个年龄 那时他可能70岁不到一点 你回头看 你的一辈子 如果你某一年 你不做跟王年一样 你会特别的自豪 When you are my age 你回头你会记得那个年 When you are my age 你回头你就想 我多做了 都讲了一天完 whatever it is 所以我没有做到 完全到位的 But We try our best 这种荣家的产业 这种荣家的产业 这是一百年前的这个 你找到了 你厉害厉害 他们其实是 中国商业的 Founding Fathers 我靠他们做很多的演讲 嗯 我说他们是唯一个 百年家族在中国 没有断掉了 How they do it If you understand the story of the Long 家族 You understand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China Trips 哈 我都不知道 Very interesting 能进去吗 可能关门了 谢谢你们 爸我介绍这个地方 这个我应该来 做这个单子 你觉得最不舒服的 经验是什么呢 也不多 但是偶然受到威胁 怎么威胁啊 打我家里门口 敲门门 说我们知道你住在这 不要把我们老板放到 我还是当年写上 因为它是公开信息的 你没办法说no 那老板现在还正常吗 对啊 不是因为我 但是我认为 但是我认为 一件事我认为 一件事我认为 我说过来 我认为我们在市场上 会有更多透明性 在市场上 而且这种透明性 必须在经济建训练 我做这个类似的目的有几个 一个是我想给自己看的 谁是第一 这些人的故事代表新中国的 这是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个印尼的前总统 叫苏哈托 苏哈托 然后那个时候被报道了 报道了很多 他好像是钱成了多少个billion 我都觉得 怎么一个国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认为 确实可以通过这种媒体的力量 那 呃 那这就是苏州河 川斯班斯 是在中国水是money 水是财 这个水比钱轻很多了 可以 这个可以吧 可以 可以吧 鲁森堡是一个啤酒 有有有 这里有鲁森堡的啤酒有没有 鲁森堡 鲁森堡 鲁森堡没有 啊 能不能给你推荐你一个鲁森堡的啤酒吧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啊 thank you very much 来 我们去门口 好了 那不是nice 哎呀 可以了 再回去会觉得困难 你说到回去英国的会 其实我怎么说我没有把它当回去 嗯 有点奇怪的一种思路 因为我在鲁森堡长大了 然后在英国伤学的 嗯 嗯 所以在英国我正式住过了也就四五年 啊 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会英国的 嗯 虽然我当然我是英国人 嗯 我心里我认为我是英国人 但是我 嗯 我创业跟我太太 嗯 第一次认识我说我不是这种 愿意三年在这儿三年在这儿三年在这儿 我去哪我就愿意做深一点 嗯 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会在这二十多年跟我太太 我没想到他能耐心二十多年 因为他的中文不是特别好 嗯 谢谢 哇 正好就是要做这个 太喜欢了 Thank you I need a little bit of food 嗯 有一个有一个点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稍微长长开的说 嗯 百分棒上的就不说其他的 就是可能这世代的十来年十五年内的 会有个 最起码一万十万亿到十五万亿 这个财富的所有权转到 嗯 儿子女儿 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 一个点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认为他应该不应该传到第二代吗 他二代值不值得受 呃 继承这笔钱 嗯 不知道 其实这也像一个epic 之前creating 这个wells是一个epic 现在也像一个 就怎么把它 从这个地方到下面 这是一个epic 而且很可能也把他们crush掉了 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那不 现在的企业他们就是胡商沟通 胡商商那个 商学了 胡商是朋友可以学很多的 你看你放错了 儿子和你女儿结婚 whatever it is 会上各种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 那个传承的事情 其实 我有一个有一点好玩的一点事情 我太太第一年 第一天来上海的 我带她到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楼 我说我特别想想办法 把这栋楼买下来 嗯 因为它有历史 嗯 位置多么好啊 我知道这个楼肯定会 但是我一无所有 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有爸爸给我担保 嗯 那我能把它买出去 这笔钱是银行给的 你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的 嗯 爸爸才给我签个名 担保 嗯 但是我没有这个办法 嗯 他老实说我是白手起家的 哪儿白手起家的 不可能呢 嗯 he is a 很传统的富二代 嗯 很多人就认为 我们做富豪班 我们 care 富豪 嗯 其实我们不能 care 我 care 故事 嗯 他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嗯 为什么是他不是其他人 嗯 这是我要挖出来的 嗯 但是我们不想鼓励 富豪变得更富 嗯 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的鼓励 是更多人 就变成写账 嗯 嗯 这个概念 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那今年的榜蛋 应该说是比较有特色 因为疫情以来 嗯 全球的经济就碰到了 麻烦 应该说是 巨多 嗯 但是最起码 那我们在榜蛋上 今年 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那个疫情 嗯 后两个月 全球的财富 包括中国 包括所有的 都下降了很厉害 第二个两个月 就基本上 V字星回复了 我们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家 V字星回复了 然后第三个 两个月 所以基本上 从六月份到今天 三个月 崛起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说疫情之下 应该经济做得不好 这一年是我九九年以来 我很难想象的 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财富增长 上进来 你觉得这个财富 在这么短时间里 这么大量的积累 你觉得对社会的这种 冲击或者是什么呢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 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但是我觉得 绝对是我们 全球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 你觉得这个 决定方案在哪 好像没有什么方案吧 历史上的方案都是会发生 social chaos 然后去把它们再切分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但我觉得他们会造成很多的angry 就是带来的一种过分的不公 过分的不公平 不平等带来的这种 它会必然又产生很多angry 但是有可能我面对没有用 因为这个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矛盾 因为你这个财富 我们英文叫 多了一个零 就是一个游戏的 没什么意思的 所以为了鼓励更多人 就是不看我们榜单上的数字的 我做了一个财富自由门槛 我就问了一大堆的企业家 你认为多少钱就自由了 然后我有四个标准 一个是入门级的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 再好一点再国际的 那国际的我们大概算了是 五千万美金的 三亿人民币的 再多你就没有用 但这个国际标准是 你是一个全球级的企业家 你想在马塔顿有一套房子的 包括香港有一个别墅 这种东西完全财富 就三个亿 我们百富棒门槛是二十 其实远远超过了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的 我们就发现这个幸福之书 最快乐的 可能就是在三千万人民币的 这个是看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每一个都有点不一样的 但基本上你能买得其他房子的 能为你自己生活的教育 医疗能满足的 就已经了不得了 再多的话 你应该怎么用比较好 它除非他们会要 他们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式 去distribute distribute这个财富 对 这是绝对是一个难题的 肯定会个别人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人 就是万一季的企业家的 五年内的 但是可能其中会有个 两三个人会做万一季的专政 当然都会鼓励他们 但是大头不会 估计的不会的 你像我们今天的三千亿的企业家 有做少是做了几百亿的慈善券款的 两三个三四个 就不多的吧 问题在这儿 就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们要鼓励 第一代企业家从富豪变成新贵 新贵我认为是和富豪最大的区别 也就是文化和自然 要把它变成的 我的收藏变成一个社会进步的 social progress 或者是一个 arse literature 这种转变 One more 有One more I'm happy to have one more 再要一杯吧 我们飞一下 少喝一点 对 我太太让我少喝 嗯 我们要印象富 比较贵 这是我说那个3D的概念 是一个roof 一个上面的 一口 一甜 叫物质品 然后贵是中和背 然后那个中是你 我理解的 你要坐在房间的中间 我的理解啊 不一定是对的 你已经不是收藏你吃的 不是这种物质品的多 你收藏的是一些文化和自然 尊敬是来自于你能坐在房间的中间 那你就收尊敬了